一个健康的国家应该要有GST 只是看你那个钱用在哪里罢了 ok 好 我再问多一次那个文奖 因为我有超义 哇 这样多人围在Najib的家 最近也是喜欢这种比较重口味的东西 诶 这个是他们那时候去搜刮Najib家的这个影片 我在Facebook好像是有看过这样的东西 每个记者哇 然后看到全部都围在最近很红的那集的家 这下有好细看了咯 今天最新的消息他们超到10亿在他的公寓里面 我相信不止了啦 警察围在他家外面这样多天了 都不懂他最近过到怎样过 他们到白天呢 记者都还在那里啊 24小时监控着这个事情 有点太夸张了 就还加一个那么大的lory来 活该啦 自作自售啊 钱啦 收到的包包都要用一辆lory去栽 他被关在家里面这样多天都不懂怎样了 而且现在又发射 他又没有吃到东西不懂是怎样 厉害咯 422亿 单单1MDB罢了 他应该不是只是单单1MDB哦 已经太多零了 我自己其实已经对那个数目完全没有概念了 乔特佐 买了一艘优品 Rosma 每天买包 买Mermas也好 没有可能买到这么多嘛 他们做下来的东西到最后是要我们全民支付 全民买单 所以很离谱 真的很离谱 最近他们这五个人都很红 最近他们这五个人都很红 我跟你说我最近对这种国家大事都越来越了解了 突然就觉得自己就是靠Facebook了解 都是之前拿去惹的货咯 所以现在的首相马哈迪 才要召集这些人才 让马来西亚的经济变得更好 不过如果有过何年来帮我们管的话 看他要不要给面子啦 国牛回来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经济你觉得 会不会好 我个人觉得杰蒂在控制马币的稳定性 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最近我在Facebook有看到就是 原来他就是那个 我们钞票那边有一个签名的 是他 论达应好像有一点点的印象 他好像听说是一个预言家 政治预言家 他预言的所有事情好像都真的发生 哦 这个是马迪成立的另外一个委员会 他是负责法律跟人权部分的吗 因为看起来里面的人很多都跟 法律跟人权有关 我只认识一位啊 就是这个 安美加 我知道他当初很积极的在参与EVERSEA的这个活动 这个委员会的成立 多多少少都会为我们马来西亚这个体制的改革有一定的帮助 拿机这次有难了 我看他这次啊 准备在 我觉得对马来西亚最大的影响是 名声 国际名声 因为 YMTV的这个事件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都引起很大的关注 就是国债 因为它影响到整个马来西亚的经济 真的硬做体 这个 资产都是在外国被冻结 所以拿回来 它需要很长的时间 很繁琐的手续 所以多少会影响我们马来西亚 可能在这5到10年的经济表现 拿机之前就讲过啊 钱就是往money is king 所以现在没有钱怎样发展 还不是拿机夹我咯 虽然是说他们会消除GST 可是他们又推出了一个SST嘛 那个销售税 所以即使没有GST 他们还是可以从人民这里 拿到一些收入 也不可以讲他不明智啦 因为他之前给的承诺嘛 然后大部分人民 你刚解释整个体制 整个国家机构 怎样跑里面的钱讲算 他是听不懂的 他是直接看他去买东西的时候 多少钱罢了 如果一个健康的国家来讲啦 是需要GST的 对长远来讲 我们的GST的问题 就是在因为我们 抽了那6% 用的地方不对 站在人民的立场是好选择 但是站在政府的立场的话 我觉得就比较难咯 哎呀反正马哈迪都已经清了 那5个人组成一个经营顾问团 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办法解决的啦 如果没有办法解决 马哈迪不是白请他们了咯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次的影片 我们会每个星期上传新影片 所以记得订阅哦 接下来想看我们做些什么影片呢 记得在下方留言咯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